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这个罗宾咸永道降这个IPO集资预测预两成 维持香港今年将会有80只新股 属于四大这个行业最乐观的 香港近几年经历了几年前的牛市之后 那个IPO的市场都是比较疲弱的 印象中和当年这些快手那一年的 集资额去比较的 的确是跌了好多好多 最大的原因就是你香港市场根本就 不是说太过热刺了 你想一些的老板在香港做这个IPO集资 是都极困难 因为你IPO集资的首要的好处 对这个老板来说 就是能够集资 你现在香港那个market那么疲弱的情况 就算他集资那块钱都不是很多 所以就变成了 他们是投向了香港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电竞对手 就宁愿在这个纳资上面做这个IPO 都没有在香港做这个IPO 因为那边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赌场 那个深度又够 那些股民数量又够多 你集资的资 自然就是多过香港会多很多 而且他上市之后 都有一个炒作的空间 所以在这些背景之下 这些香港的IPO集资眼 但是就一定是没几年前 是推升得这么厉害的 是 还有就是现在 就是港交手的CEO换了人 换了Bonnie Chen 曾亦停上去 之前就是欧半星的那个鬼佬 Bonnie Chen一上了任之后 他就不停说 我们会有很多IPO的了 现在有很多白银队 但是其实你听完很多白银队 或者很多神批 你都觉得现在IPO的市场里面 有很多新股给你去认购 就是现在那个 说就说很多人硬一腿 其实似乎这个就是一个 巧妙的语言技术 或者是一个语言技巧 他们最后有多少真的成功IPO 就真的不多 就是变相你看到 他好像是拿一些的说法去buy time 还有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就是上年三月之后 就实行了一个 就是内地关于境外上市的一个新监管 简单来说就是任何内地的公司 你如果要去香港或者其他的地方上市 你是要得到中证监的认可 或者一些类似不反对的通知 你才可以去上市 我有文说最近 就是香港的联交所可能和中证监也有沟通 希望这个过程可以再加快一点 但是你快的都有一些行政的程序是一定要过的 所以就算你说想多些公司来香港上市 来得香港上市的公司通常都是 就是中国的业务背景比较弱一些 就是有多少真的外资或者香港本地的公司可以 撕到香港的上市要求去上市 现在多的嘛 那结果这些有内地背景的公司 就要过中证监了 就是中证监和香港的那个沟通渠道 是Efficient了的 但是都是杯水车身 到最后那个审海资约都是搞很久的 那变上就是很多业务 就你说很多单都是强硬堆上来尝试的 但是到最后为什么都是得这么少呢 原因就是这些一环扣一环 加长跌宫 不停停住了 那还有你刚才都说得很对的就是 有很多的公司如果有potential的 那我都去纳斯达克尝 我来香港这些什么垃圾市场 上来干什么呀 那这个就是可以再补充的一些 主要联合 实话乎你见到现在 可能近期时候有市要的新股 那个国际背售 都是不太中华 反而那个公安发售 那个情况就OK了 很多都有一些的超压背售 但是你便想 很难在靠国际背售那边 找到一些所谓的专业投资者 或者份额 能够付钱多些那些投资者 那变成都反映一些比较专业的 炒股那些人士 或者甚至一些戒口人士 或者庄家 对于香港那个 新股市场 是不是说真是 那么有期望的 的而且真的比起几年次 就是上一个牛市 就是恒生指数在 30,000点左右那时候的新股市场 的而且是很大分别 有一期我记得盛诞节左右 是真的每个都赢了钱 你乱买 习飞标那样 都是五只中四只的情况 是不能够同日热鱼 就是你看到就算那些新股 上市 就算那个 股价是踢了上去 你都不是那么容易 找到一些的买价 这个就是那个 悲妻悲仓之处 那我们 这个的新闻还有其他分析 当然是这样 我们可以再move on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新闻 可以跟大家去 就是跟进一下 这个邓成波家族 1380万 出铜锣湾 楼上铺 九年 就账面 亏了 51% 科达 地产 接货 我想邓成波家族 沽货 都是 为新闻 你看到 地产市 一调腾向下 其实他基本上都开始了 沽货的 程序 你这几年他都不断进行一些的沽货的操作 他很多的货都是由这个 我想是 在那个高位就接了货 近年就不停在 沽货 他全部都是他做涉药 其中一个目的当然是 减轻 本身他们家族方面的 债务问题 现在 其实他沽出来的那些 置药很多 就不是说没有人接货 只要你的资产够便宜 一定是找到人去接货 接货的那些买家 当然是希望可以兜到 因为其实你看到现在的 商铺或者office 其实很多都是比以前的高位 跌了大概四至五成这样的价格 很多人 就希望看有没有机会兜到底 或者拿到一个 叫好一些的连回报 等遲些那个 叫做 减息周期来 或者那个 情况逆转了之后 希望能够 赚到钱 是 波叔的儿子 其实我自己都见过几次 这个人挺nice 但是就 都吃过几次饭 只能够说他都 不太幸运了 在一个 这样的市道之下 就面对着一个 这样的疫情 还有 我亦都不会 好像坊间 想得这么简单 就是整个 邓成波家族的 所有 选择 都是由 波叔的儿子 Stan 邓耀星 一个人去做 决定的 我觉得 比如去 一些几百亿的 交易 或者几十亿的 交易 多少个老豆 都一定是有份参与的 但是现在我们见到 老豆 已经归了天 儿子 现在要背头家 你得到的 就是一堆的债行 那些债行 你能够做的就是 尽量去沽 也都很惨的 比如 他除了说 沽了一个 楼上 铺输了 51% 9年 他也有一个 度假酒店月品 在屯门 是变成了 银主本 是放售 其实也很惨的 这一段时间 我们见到地产的消息 一见到 波叔家族 通常都没什么发生 就是说 他又怎样 去接管 然后又怎样 甚至乎 也都对应 我最近有条片爆红 那条片我也有点 有点 有点觉得 亏底了 因为我是帮人来拍的 已经到六万多的点击率了 以我一个 初玩YouTube的 新手来说 都算很劲 但是我自己 两台联播 只有两万的点击率 希望大家都 支持一下 那条片最主要是讲引一些 富二代 他们现在的 艰苦的经营状况是怎样 我觉得开始 都成为了一个 大家尚关心的题目 我之后就 撮了一些我认识的富二代出来 就和他们 去做个做分析 握一下流量 握一下点击 这个 我也觉得 挺惨的 但是 Anyway 如果我们现在觉得他们 很惨的话 我相信 楼市 再跌多 16%的时候 他们是会 更加惨 就是 未惨完的 只会越来越惨 我们 只能够息活以待 不是 抹黑他们 又或者 嘲笑他们 而是那个客观的事实就是 一些太大型的资产 你那个单价去到亿 亿亿 基本上就没什么买家是愿意去接的 所以 那些买家都是看着你来吃的 他是看着你 资产就不断打算去 去吸纳 所以 就是 都很惨 你不是股票的流动性很高的 例如你 就像 这些 腾讯 阿里巴巴的大股 跌下来 你大把空位 是可以 但这些 叫做 说起 银马很大 有 很大的 你找个买家 他一定是 压着你 托 但你本身 你背后可能 躲着一些很旁大的债务 你每一天都 舍近 你 继续付 贱价 卖了 给他们盖回你 债务 你才能够解决到 所以 我认为他们的立场 都是 几惊几惨的 你 真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 非诚之随 因为 始终你 都有个责任 去承担花子 没有在高位 沽货 或者继续发展 那个责任 但现在 怎么都好 Anyway 输了我就是输了 一定要 收回那个警方 或者你真是等到 楼市或者舖市 叫做 V型反弹 那一刻 但我相信 短期内未必会是 去到这个 的位置 可能要多捱几年 去到减息的周期 完結了 去回个 3厘 或者1厘 才是重 继续 那一天 没办法 就是 波叔 他不会是 其中一个难踢的集团 比如我上个 礼拜 有一条片 所说的 那条片 就是刚才所说的 很高短期 就是沙沙的太子野 他们都在面对 一个艰难的恐慌 只不过 始终家里还有钱 但是波叔 是已经家里 去到差不多 没顶 干堂 真的没钱 所以 他们都是 艰苦 经营着 但是 沙沙也是难捱 你看到沙沙 很有钱 当然他们很有钱 但是 有钱的概念就是 他现在未到 资不抵债 波叔现在的状况 似乎是有资不抵债的状况 但是沙沙 他是有 流动性的 压力 所以你会看到 是这样 把红宅 砍三十 去沽 然后 拿一个相对高一点的佣金 然后 家里人就不停地 舍弱 某些盘 其实 大家那些所谓 你看到他 很好的富二代 现在都已经不再风光了 这个也是 可以跟大家更新的就是 富二代 最好的 你都是做一个 二世组 你做二世组 你起码 会累到家里 输身 你可能是一个花花公子 可能你一个月 花一百万 一个月花一百万 你一年都是输千多万 你十年都是输一亿 亿多 但是现在 那些富二代一 全部说 有恒心壮志 有这个 满腹经论 但是去到最后 都是纸上谈兵 一输就输了 几下亿 你站着一个 老爸的角度 不如你做败家仔 你做败家仔 你可能一个月花一百 都很夸张的 你一个月一架 阿南法拉尼 但是你花也都是有限钱 现在你一夜 跟我输了十几二十亿 或者二十几三十亿 那个痛的感觉 就真的是 我们这些 普通人未必理解得到 但是如果用那个 钱去衡量的话 真的有时候 就是名山蠢顿 就是墨山败家研 这个都是 无人的智慧 都是有他有了道的地方 你不是赌钱 你不是做生意 基本上你很难输到 一亿二十日前 就是你 甚至玩女人 吸毒都好 你一个月顶多 就烧 几十万 就是你 付身家 如果真的几十亿至一百亿 即是 烧几小 都未能全 如果真的将 做生意 雄心壮志 觉得自己是生意高手 的话 就真的是 这些案子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话题 可以跟大家去跟进一下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RS 留言 分享 留言 分享 和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 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 也订阅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算 你问我们一百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一百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亦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还有 亦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亦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 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会说出去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 亦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 独特的独家分析 甚至乎我现在 正在做的奇人潭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里面亦都会再有一些 公开不方便 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亦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最近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 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 套到30万之余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所以亦都帮很多 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 香港人 就解决了 他们一些的 热微资金 甚至乎有一些的税行 的财技 是可以 一月的税 退到去 五月才交的 亦都有 这些的巧妙东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我自己亦都有一个fortuneinside的订阅产品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 股票内幕的分析 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 我的节目拍档 他的投资回报 亦都是非常之厉害 近年 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 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 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 或者美股策略上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把握 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至于联络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亦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 那里都会 留下这个google form 大家可以 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下联络 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亦都相信 今年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 资产投资的 财务部署 去 去 去 感谢观看